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于2022年10月23日在北京举行 现在全文播送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2022年10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于2022年10月23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全会的有中央委员203人 候补中央委员168人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会议 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 并在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 做了重要讲话 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提名 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 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 批准了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 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 名单如下 一 中央政治局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丁薛祥 丁薛祥 习近平 马兴瑞 王毅 王滬宁 尹丽 石太风 刘国忠 刘国忠 李西 李强 李干杰 李书磊 李洪忠 何卫东 何立峰 张又霞 张国卿 陈文清 陈吉宁 陈敏尔 赵乐记 袁家军 黄坤明 蔡奇 二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习近平 李强 赵乐记 王滬宁 蔡奇 丁薛祥 丁薛祥 李希 三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习近平 四 中央书记处书记 蔡奇 蔡奇 石太峰 李干杰 李书磊 陈文清 刘金国 王小洪 五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 委员 主席 习近平 副主席 张又霞 何卫东 委员 李尚福 刘震丽 苗华 张声民 六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记 副书记 常务委员会委员 书记 李希 副书记 刘金国 张声民 萧培 玉红秋 女 傅奎 孙新阳 刘学新 张福海 常务委员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王小平 王小平 王爱文 王洪金 刘金国 刘学新 许罗德 孙新阳 李希 李欣然 满足 肖培 张声民 张福海 陈国强 赵世勇 侯凯 尹百 纳西祖 玉红秋 女 傅奎 木红玉 女 李欣然 李欣然